1949年 新中国成立 结束了近代以来 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 随后通过近三十年的建设 建立了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 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 又实现了国家实力 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1978年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十位 而2008年和2010年 先后超越德国和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8年 中国经济总量 占世界份额的1.8% 2012年 这一比例提升到11.5% 2015年 达到13.5% 多年来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直保持在25%以上 1978年 中国外汇储备1.67亿美元 居世界第38位 至2006年 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此后一直位居世界 今天的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成为世界126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今天的中国 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全部工业本类的国家 39个工业大类 191个种类 525个小类 使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备 最齐全的工业体系 借助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正在全面复兴自己的综合国力 而中国的探索与经验 道路与模式 无疑为发展中国家 树立了发展的范围 不 компания 斤 中国的新一ộcraft 初代 by你 你许多想要 engine 成为细温游戏 我住 toi hace 30不久 我时死了 我朝中的认为 民间法 这是位于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机场附近的中白工业园 它以90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 日益完善的配套设施 正在迎接精细化工 生物制药 机械制造和新材料研发等 一批新技术产业入众 以吸引高科技产业为目的 打造国际产业新城为目标的 中白工业园 仿效的是中国苏州工业园区的 发展模式 中白工业园区的 中白工业的发展 经验 正在被越来越广泛的汲取 今天的欧亚大陆 呈现着较为特殊的发展面貌 它的一端是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 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中间的广阔腹地 则是发展中国家群体 不均衡 构成了欧亚大陆区域经济格局 最显著的特征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 依然是21世纪的主题 但是人类不得不应对 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 以及地区冲突 恐怖主义威胁 全球气候变化等 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挑战 与此同时 国际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 地区互联互通 面临诸多瓶颈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急需资金和技术支持 面对共同的命运与命题 人们将如何使发展更为均衡 更为普惠 更为智慧 并探索出一条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路径 卖家 伊斯兰世界的盛产 2014年全球穆斯林朝进期间 由中国企业修建并运营的卖家轻轨 在七天六夜的时间里 持续运行158小时 开行列车1949列 运送朝进者380万人次 卖家轻轨 缓解了朝进人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减少了至少一万两千辆大巴车 涌入卖家城 在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区 由于气候干燥少雨 人们不得不忍受饮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的匮乏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企业就开始为阿尔及利亚 建造大型水利设施提供帮助 这里相继修建了 2500立方米的阿尔及尔球形水塔 三万公顷农田灌溉系统 以及阿尔及尔至提及屋组沿线城市的 引用水工程 但是中国企业实际上 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 已经有几十年了 有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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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实际上 有几十年了 从前面和前面和前面 这就是意见 因为所有人都会有几十年了 复兴的中国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一个 正在崛起的中国